这样酥的吊渣的烧烤味的烧饼你吃过吗 我们家每周都要吃上两次 真的是全家人的最爱 外皮酥的吊渣里面香软多层 300克面粉 3克酱 3克白糖 用180克温水和面 用筷子搅一搅 然后再揉成光滑偏软的面团 不用饧面 直接擀成长方形的面片 接下来调个油酥 两勺沙拉烧烤料 两勺原味烧烤料 一勺面粉 一勺盐 离上热油 这样做出来的油酥会更香 搅拌均匀 我们油酥就做好了 晾凉以后 涂抹在面片上面 撒上提前切好的葱花和火腿肠 从一头向另一头给它卷起来 用刀切片成等份的面剂子 取一个面剂 两头给它捏紧口 然后再对折 再次收紧口 这样一个生胚 我们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以后 再次擀成圆饼 盖上保鲜膜 给它醒面10分钟 醒好以后 放入刷油道电饼冲中 表面给它刷上一层油 盖上盖子烙 能加速成熟 烙这个饼的时候呀 可以多放一点油 这样刚出锅的烧饼呀 才够酥脆 外皮焦香酥脆 里面柔软鲜香 真的是太好吃了 你一定要收藏起来试做一下 喜欢的关注我吧 明天见